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大家好 我是小美鸭 你们五一过得开心吗 今天我要抓住五一假期的小尾巴 上演一场吃花大戏 至于吃什么花呢 我就先不告诉你们 现在我们先去摘花 其实看我这个背景就看出来 这期视频不简单 现在就出发吧 这个呢就是槐花 它是一种白色的 然后一串一串的 还有大家看好这个槐树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槐花的作用呢其实有很多 它可以清热 降压 凉血 止血都是很好的 然后呢有很多药用价值 看我这一串槐花 槐花真的是非常香的 还有这个槐树上面 哎呀别勾我 还有这个槐树上面呢 它是有刺的 大家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 它是有那种尖尖的小刺 现在它在后面一直勾我 这个槐花呢 它可以拌菜焖饭做汤包饺子 还可以做槐花糕 但是呢这个槐花也不是说谁都能吃的 这个槐花它的糖分比较高 所以有糖尿病的人呢 最好是不要吃 它是非常甜的而且又香 嗯 好了现在已经带了很多 回家吧 好渴又热 我现在呢已经到家了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制作吧 如果你没有吃过槐花这份美味 那么我建议你第一次尝试的话 一定要用我今天这种做法 将新鲜的槐花洗净 加入面粉和水混合 放在蒸笼上开火 等到整个房间 渐渐灌满清甜的槐花香 就代表已经做好了 这个槐花的味道呢 是那种很清甜的 带着一点淡淡的香气 有点像那个绿茶的味道 然后的话吃进去的话 嘴巴里面就是会有一种很香很香 然后煮好整个房间都是香香的现在 然后今天也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觉得还是收获蛮大的 希望屏幕前的你很开心的度过每一天 这个五月试试做一盘槐花菜吧 还是让人共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馈症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